乌索普肉装AD名不虚传 在战斗中 陆飞索隆三智承担了大量战斗任务 不过还有一个人 不管战斗还是生活上 都承担了他一个射手 本不该承受的巨额伤害 那就是乌索普 乌索普一飞冲天 被捧上神坛 觉醒超远见恩色的背后 他的鼻子记录了他一路的血泪史 论体格体制 陆锁三吊打乌索普失条街 但乌索普就凭借不如他们的身板 屡次创造了血条奇迹 在阿拉巴斯坦 草帽一伙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苦战 乌索普和乔巴要对付 魅斯圣诞节和魅斯特4 以及他的那个腊肠狗炮 结果那两个人偏爱于集火乌索普 乌索普挨了炮轰还是小事 主要是结结实实的 挨了魅斯特4的一棍 他那棒球棍有四吨重 加上他的蛮力 抡到身上可不是开玩笑的 乌索普鼻子直接粉碎性骨折 头盖骨碎裂 牙齿被打掉 基本废了 但乌索普和脑力强化的乔巴 智商占了优势 乌索普封烟剥夺敌方视野 配合乔巴 把魅斯圣诞节挖出来了 让迟钝的魅斯特4 勿伤有军 接着乌索普用乔巴当炮台 彻底击垮了他俩 打赢后 乌索普都回光返照了 全身上下的骨头 就没有一块是好的 乔巴对乌索普紧急一致 变成木乃伊的乌索普 本以为之后就能缓一缓了吧 不料在宋威威去钟楼 灭炸弹引线的时候 纳美集中生智 用天后棒的功能 抓住当下一击命中 将乌索普绷上去了 看似意外 其实纳美这是 当时被天后棒耍得心态爆炸时 暗暗埋下的复仇的种子 在动画原创剧情中 三智 索隆 弗兰奇 同样用了类似的空中接力 将乌索普用到了极致 显得非常合情合理 在水之都 大伙换了三亿贝利 是准备用来修梅利号的钱 但有两亿被弗兰奇家族给抢了 乌索普上门要钱 惨被弗兰奇暴打了一顿 鼻子又骨折了 血流满面重伤不起 曝斯街头 紧接着 又因为没利号的事情 跟陆飞大打出手 不过 乌索普挨的毒打也没算白挨吧 弗兰奇因为乌索普 才有了后来的转变 弗兰奇也下定决心 将用那两亿买来的宝树亚当 为草帽一伙造出桑尼号 后来又带技术入伙 算是给大家赔礼道歉了 期间在司法岛 乌索普被迫跟索龙一起 对抗CP9上流战力 卡库和加布拉 被轮流暴打 司法塔上 给弗兰奇送钥匙 被摧残到摇摇欲坠的塔 被海军轰塌了 乌索普从高处坠落 以至于司法岛最后 乌索普又落了个全身骨折 只能被索龙和山智抬着跑 恐怖三维翻船 在和佩罗娜玩捉迷藏的时候 被佩罗娜的幽灵分身戏耍 库马西把乌索普摁在地上暴打 要说两年前 索龙血条没满过 那乌索普鼻子就没痊愈过 还挨了佩罗娜的一串幽灵炸弹 又是炸到鼻子骨折 全身受伤 不过这一顿打 似乎也把乌索普打醒了 抓到了佩罗娜的身身 并将其击败 在得到被托雷布尔抓住 并暴打一顿 鼻子骨折全身重伤 但好巧不巧的 被砂糖返向喂了辣椒葡萄后 将明哥的统治根基砂糖下晕 乌索普被捧上神坛 成了神乌索普 还被巨人海尔丁 扯起来高高举起 重伤的乌索普有苦说不出 没死在敌人手上 差点死在自己人手上 在鬼岛 润提的头锤之力 只有陆飞这种专业头锤选手 才能与之对抗 而乌索普毫无防备 结结实实吃了润提一记凶狠的头锤 再现了阿拉巴斯坦的场面 鼻子粉碎 头骨碎裂 所以乌索普表面上被捧上神坛 觉醒超远见闻色 逆转战局 觉醒之神 气得明哥自掏腰包 全伤武艺 背后作为射手 却承受了肉盾级别的伤害 但乌索普依旧稳定发力 向着成为一个勇敢的海上战士 这个朴实无华 但无比励志的梦想前进着 海贼王里的那些装死骚操作 在高手如云的海贼世界 除了正面硬钢 学会装死 也是一项简单实用的技能 不过如何以假乱真 瞒天过海 却也是一门技术活 在香波地 一群超新星 想从和平主义者手里突围 身为罗的航海士 背波熊和机器熊过了两招 不过 可爱的背保 血肉之躯 难挡钢铁之躯 一顿凶狠的操作之后 伤敌50 自损8000 眼看就要被机器熊给KO了 背保还趁着没人住一躺 身板一躺 舌头一吐 原地装死 表面看似镇定 实则内心慌的一批 不过 这艘操作 还真就把机器熊给看愣了 再加上当时 海贼海军一片混战 成功脱险 动作之娴熟 一气呵成 一看就是屡试不爽的高手 毛皮族除了与生俱来的可爱 似乎原地双死 也是自带的天赋 除了背波 兔兔迦洛特 也是装的可爱 当时那每一伙人 来就和四皇大妈 百年修得同船度 千年修得共枕棉的布鲁克 两人睡的那是 一大一小两个泡 骨头老公怀中抱 几个人一个一个上 皆是被各种劝退 加洛特呢 差点把大妈的鼻涕泡给碰破了 手忙脚乱 吵醒了宙斯 机智的兔子 直接伪装成了 超级可爱的兔子玩偶 睡得迷迷糊糊的憨憨宙斯 还信以为真 转而继续睡了 有惊无险 没有吵醒大妈 要说装死的高手 一定不能少了乌索普 两年前的乌索普 因为极度胆小 除了不能登岛的兵 这些疑难杂症 其次就是装死 以至于包里经常装有番茄酱 浴室不慌 先撒一滴酱 细节做到位 躲过去之后 站起来又是一条好汉 乌索普在乔八面前装死 还要立什么遗嘱 让乔八继承自己的蚂蚁花呗什么的 极其好骗的乔八 已经忘记了乌索普是出了名刀的肉装AB 在旁边嗷嗷一顿哭 之后又跟牙蛙海贼团的传义老头打 两人菜鸡互拙 但是都是骗人装死的高手 不管谁被对方打中 都会倒在地上装 在对方掉以轻心之后 爬起来就是一拳 然后两人就是装死爬起来打 装死爬起来打 循环往复 如果以上几个人境界还不够高 那论装死的最高境界一定是布鲁克 哦不 他这不叫装死 因为他本就是个死人 准确的说应该是肉体已经死了 但灵魂还活着 因为布鲁克天生这方面的优势 根本就不需要装 直接地上一躺 就没人觉得他是活的 在很多不知情的敌人面前 伙伴们都被刷了 布鲁克总能莫名其妙逃过一劫 而且他的头和身子还能分离 表面上看呢 绝对是死透了 危难关头蒙混过关 简直就是保命神迹 越往后越稀罕乌索普 乌索普刚开始 有时候并不怎么讨人喜欢 平时咋咋呼呼 打架的时候 未经讨议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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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老爹虽然是红发团狙击手耶稣布 但乌索普很少提到 那些牛批都是自己吹成真的 剑走偏锋 用弹弓练就了一手狙击才能 就算有天赋 但后期才觉醒剑文色的背后 也都是这一路上不断补刀发育 努力后应得的结果 现在的乌索普挂着小号 依旧是炸炸糊糊 贪生怕死 偶尔露两手操作 似乎忘了自己得倒时期的大号密码 不过当团队身陷绝境之时 乌索普认真起来登上大号 他依然是那个 能凭一己之力 力挽狂澜的 告的乌索普 鬼岛一战 草帽一伙的战绩和收获 鬼岛大战已经进入 一二三把手对位的终极决战阶段 这场战斗 双方兵力总数达到三万余人 虽然论咔位 还是顶上战争的大劳多 但关键这场战斗 是草帽一伙 整整齐齐的来打的这场价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种场面了 其中 及时平安归来的圣平 表现得强悍且轻松 开局没多久 一个过肩衰 配合罗宾将四皇大妈送出门外 在护送陆飞去楼顶期间 独自留在城堡第四层 对位凌空六子福之福 福之福赏金五亿四千六百万 在凌空六子里属于C位 称自己的实力不输罗布鲁奇 其实圣平打福之福 还是很轻松的 总共也没过几招 中间圣平还故意演了两招 等福之福把太阳神尼卡的信息说完 战斗以慎平一招鬼瓦政权怼脸结束 弗兰奇霸气机车入场 贴脸怒怼四皇 后在掩护大和小忍陶子车退后 对位赏凌空六子提睦 提睦赏金四亿七千两百万 比九千四百万的弗兰奇高很多 三角龙形态的提睦 也是斗逼技能一大堆 脖子上的颈盾能旋转螺旋升天 配刀之上还有刀片 可以秒变电钻 弹丸角龙没控制好方向 想往前冲却挂了倒挡 场面非常尴尬 不过最后那一下冲击力非常可观 能把弗兰奇将军给撞到部分损坏 不过费了这么大劲 还是被弗兰奇本身的雷射击败 纳美乌索普 全场基本都在游走 准确的说是 轮流被润提 佩吉万和大妈等等 各种怪物撵着跑了一路 但纳美这一波非常非常赚 大妈抛弃了宙斯 纳美终于真正的喜提宙斯 宙斯让纳美给自己起个新名字 纳美脱口而出棉花 宙斯丝毫没有犹豫 说算了当我没说吧 宙斯和天后棒完美融合 不仅可以变成像狼牙棒一样的武器 雷电的威力丝毫不减 经过多轮的纠缠 纳美最终用可以锁定追踪目标的宙斯 击败悬赏四亿的凌空六子润提 乌索普稳定发力 没有直接对位的对手 但打了一路的金牌辅助 绝境之王不是吹的 是乌索普很早的发现 宝皇和他的眼线有广播功能 并默默记下 是乌索普危难关头 把人质小玉从润提手上救下来 才给了纳美秒杀润提的机会 而且当时战场上 武士阵营被压制 关键时刻 乌索普抓住能广播的宝皇 让小玉对那些事先吃了丸子的 smile能力者发号施令 大批凯多手下开始倒戈 士气大震 局势开始转变 而且宝皇好像也是个萝莉 乌索普萝莉杀手名不虚传 罗宾营救三智 对三智能呼叫他来帮忙 感到很高兴 对为悬赏4亿8000万的 凌空6子黑色玛利亚 罗宾一开始处于被动局面 后面化身前所未有的恶魔形态 属实经验 碾压黑色玛利亚 比战斗更有意义的是 罗宾在情感上的升华 罗宾和乔巴有些像 一直被嫌弃为怪物和恶魔之子 这让他们始终活在阴影中 他们本心并不是怪物 也不是恶魔 但正是因为身边 有能让他们无所畏惧 无比信任的一群人 他们才会心甘情愿 变成怪物和恶魔 来保护伙伴们 因为他们已经 再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在回忆中 罗宾在二嫂那里 还学了些愚人空手道 布鲁克在免疫兵鬼 第N次无敌后 后面基本在给罗宾打下手 给罗宾创造一个 没人打扰的单挑环境 后面保护罗宾撤退 但目前CP0的人 已经开始追捕罗宾了 虽然现在阿普和德雷克 在和CP0对峙 不过布鲁克 应该快到表现的时候了吧 期间 乔八在抗毒前线 大显神威 研制出兵鬼解药 医者人心 挽救众生 大义领人 掌果奎因 让大批凯多手下倒戈 这波乔八不管技术 还是道义都在大气层 用医术开热了全场 陆飞这边 和之国开局雷鸣八卦运一次 人兽凯多一棒引赖落运一次 后来坠落鬼岛运一次 但没开三度后 凯多发现 陆飞每运一次都会变强 陆飞对霸王色缠绕的掌握 越来越成熟 和凯多对撞 阵列云层 陆飞坐视五皇之位 索龙拥挡双四皇和体骑 九刀流砍伤凯多 神秘气魄让凯多侧目 注射副作用强的应急药物后 继续对位百兽二把守劲 现在正和劲在骷髅头外单练 种种原因还是打不过劲 不过炎魔似乎还有更强的威力 没用出来 期待索龙之后的操作 三智后城发力 觉醒血统因子 外骨骼体质 刀枪不入 踩爆了战斗服 在没有战斗服的情况下 三智也可以做到隐身效果 进入状态的三智 直接战斗力拉满 只是希望三智的情感 别被吉尔玛科技 弄出啥后遗症 另外现在大和 也算是半个草帽团成员 不管最后能不能上船 大和是和马尔科 小玉并列的MVP级别辅助 其他伙伴是用命换的 大和真的就是纯白给的 而且一路上积极配合草帽一伙 甚至在路飞坠落鬼岛后 一人去单挑自己的老爹凯多拖时间 现在又去紧急处理鬼岛底部的火药了 虽然经常调侃大和 是个中二少女 大孝子笑死凯多 但不得不说 大和真的是杀雕勇敢又强悍呀 之后草帽团会对抗黑胡子 和世界政府只会更艰难 大和加入确实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总之鬼岛一战 残酷激烈 但草帽团不管在战斗意志 还是伙伴情意上都突破了自我 很多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场战斗之后 就如索隆三智说的 等拿下这场战斗 应该就能看到 路飞成为海贼王的样子了吧 乌索普是个神人 一个能把吹过的牛批挨个实现 本身就可以称之为神奇 但是乌索普的神奇还远不止于此 首先就是乌索普的悬赏经历 那可以说是非常奇特了 早在路飞打败阿龙 第一次被悬赏3000万的时候 虽然除了路飞 其他人没有被正式悬赏 但是乌索普却不知不觉 蹭到了路飞的悬赏令 一个后脑勺的戏份 馋的山智嘴一撅非常不服气 而乌索普这个神奇的后脑勺 从路飞的3000万版本 一直跟到顶上战争后的4亿版本 因为用的是一张照片 所以共计四张 全都有乌索普的后脑勺 别人买房能增值 收藏古董能增值 乌索普是有一个能增值的后脑勺 属实硬核 在司法岛后 乌索普才真正有了 属于自己的悬赏令 其实准确的说 应该是悬赏的狙击王 所以得到风神一战后 乌索普也成了 同时拥有两张完全不同身份 不同名字的悬赏令的男人 打完明哥 乌索普的赏金 从3000万直接飙升到2亿 要知道 路飞后来从5亿到15亿 翻了三倍 这已经很哇塞了 乌索普这次 直接翻了约6.6667倍 倍数傲视群雄 着实666 另外乌索普因为靠着表情包 打乱了明哥全盘计划 被明哥单独列出来悬赏5亿 比当时路飞的3亿还要高 虽然这并不是官方悬赏 但是说明明哥对这个长鼻子痛恨的程度 要高于路飞 而且秉承着恶心死敌人手下的bug 自己就是bug中的bug的战斗原则 制裁最棘手的敌人 确实也是乌神最拿手的 在小花园 三哥把索隆纳美巍巍给控住了 一度以为胜券在握 但是乌索普机实的想到了 用高温和火克制三哥的蜡烛 最后成功融化了 让草帽团陷入困境的蜡烛蛋糕 在司法岛超远距离狙击 海军的小步枪 因为射程有限 还还不了手 不光是把海军给整蒙逼了 还直接送了个钥匙快递 配合弗兰奇 完成了解救罗宾的关键一步 后来又吓蒙了 差点把草帽一伙团灭的佩罗那 乌索普这次开局疯狂跑路 转身一战封神 这事放在他身上 可谓是家常便饭 这一看就是玩曲线救国的高手 一套海楼石 把牛皮哄哄还想跑路的凯撒 从天上甩了下来 这是活捉了明哥的商业根基 先后两次 吓晕了明哥的统治根基砂糖 其中一次 被封神还洗涤八千部下 第二次 在线觉醒见闻色 也救了差点被砂糖变成玩具的路飞和罗 所以明哥是真的想亲手掐死乌索普 能用硬核运气 费了巴卡拉的果实运气 握心肠胆 报废了巴雷特的机甲 助路飞一臂之力打败巴雷特 胆小归胆小 但是神助攻这一块 乌索普是拿捏得死死的 每当战局陷入绝境 总会有一个 有着长鼻子的身影站出来 充当关键的X因素 毕竟顺风橡胶 逆境刀 绝境全靠射手骚 这句话不开玩笑 乌索普用奇特发明帮助伙伴们 大神给伙伴们发明过很多东西 代表着就是纳美的天后棒 虽然刚开始把纳美给坑麻了 不过从阿拉巴斯坦时期 天后棒1.0 司法岛时期天后棒2.0 左乌时期天后棒4.0 这三个版本乌索普都参与了 越来越智能的天后棒 少不了乌索普的帮助 只是乌索普一根纳美要辛苦费 纳美就溜了溜了 此外 再加上纳美的灵活运用 和弗兰奇的协助改造 现在融合了宙斯的天后棒5.0 已经是一个非常强大而成熟的武器了 与弗兰奇的发明风格不一路 乌索普虽不是科班出身 但靠着自己古灵精怪的脑回路 往往会搞出看起来扯淡 但关键时刻还真有用的小玩意儿 乌索普铁锤 分为5吨板 10吨板 100吨板 5吨板是俩平底锅 能折叠的金属支架 若干黑色胶布 就是纸糊的下人道具 真实重量2公斤 10吨板的外面是个大气球 接触敌人的时候将气球刺破 达到惊吓效果 这东西也帮了他自己和伙伴的大忙 曾经吓懵逼过Mist4 乌索普都难以置信 这玩意儿不会真的有用吧 其实主要是Mist4 除了打棒球外 对其他事情反映异常迟钝而已 在让三大主力都吃扁的佩罗娜面前 搞定了这个非常bug的罗娜 对付bug就要用不同寻常的鬼点子 这一点乌索普深有体会 乌索普潜水服 上空岛之前 草帽一伙打捞成船的时候 乌索普就地取材 制作了潜水服 看起来很简陋 不过密封性 空气供给管 传绳筒 回收装置什么的 都是一应俱全 可见即使材料有限 也难不倒乌索普 乌索普 啊啊啊 名字的由来是很多人在当绳子的时候 会出现反鼠式怪叫 这是一个会弹出伸缩钩爪的腰带 可以用它来实现远距离移动 空岛片中使用过 和陆飞的橡胶弹弓差不多 虽然偏偏无奇 但在乌索普的手中 成了绝境神器 在乌索普和三智 爬上爱尼路的方舟时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人成功救下纳美 才有了后来纳美带陆飞 去打爱尼路的操作 之后乌索普再次用这个道具 救下了三智 之后乌索普换来很多空岛背后 还要把索隆的刀改造成味觉之刀 就是可以储存释放各种气味的刀 听起来挺奇葩 不过索隆当然没有答应 乌索普章鱼鞋 拥有较强吸附力的攀爬工具 爬爱尼路方舟时使用过 然后就是在海上列车上救罗宾 利用章鱼鞋偷偷潜入了 关押罗宾的车厢里 乌索普伙伴头像 冰火岛时期 三智 纳美 乔巴 弗兰奇 被罗给换了身体 乌索普给伙伴们临时制作了Q版头像牌 用于区分 僵尸浇花器 罗宾喜欢养花 乌索普送给罗宾这样一个僵尸水壶 非常贴心的迎合了罗宾其他的审美 反正是收获了罗宾的喜爱和赞美 但凡浇花的场景 罗宾都在用它 可以说是爱不释手了 乌索普吓死你不偿命鬼脸 根据砂糖的热点 与堪师郎合作研发的实体表情包 通过推进装置 和关键时刻觉醒的健文色 将其送至砂糖面前 再次将砂糖下晕 挽救了陆飞和罗 也改变了之后的战场局势 不愧是绝境之神 罗利杀手 乌索普啥都会一点 而且往往出奇不异 即使用一些奇思妙想 也能够在绝境中 帮助伙伴完成华丽的逆转